东汉有个老臣子叫刁存 不爱漱口 口臭特厉害 每当他向皇帝奏势 皇帝都皱着眉头 后来就让他嚼丁香 口臭就不见了 顺道带火了丁香 大臣们都开始一边毕恭毕敬地上考揍势 一边勤勤恳恳地嚼丁香 随时最低来一个 根本停不下来 但丁香在当时是名贵的花 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当口香糖 说吃就吃 只能多漱口咬牙省钱了 那我也多吃口香糖 多漱口不就行了 那也不行 还是得刷牙